我们刚刚和奥运乒乓球冠军许昕一起举办了一场咖啡行业的乒乓球比赛 比赛当天聚集了各个咖啡品牌的从业者 这是一场咖啡人的乒乓球广欢 好的 打个球 牛牛乒乓杯 杯杯木头 可以 哈喽 哈喽 投我一票 加油 谢谢 哈喽 比赛宣言 啊 宣宣言 不然球打死老师 哈哈哈哈 九一第二比赛宁 全部落地我不放弃 哈喽哈喽 哈喽 好久不见 我是检球志愿者 哈喽哈喽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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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时针二 哈喽 嗨 三加那个乒乓球比赛 我今天是冠军 哈喽 不要垫底就行 我是来输分的 我来挑战一下 九一第一 三分 对 又是玩 对 嗨 对 好 观众 时间很短 所以你会有机会 你会有机会 你会有机会 参加 参加 呃 比赛宣言是 直到就是动机 呃 我今天就主打一个 谁的拳我都不接 呦 走走走 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 我来到了上海的浦东足球场 然后今天的视频有一点点不一样 是因为我们跟奥运乒乓球冠军许欣一起举办了一场咖啡行业的乒乓球赛 话说为什么会在许欣的乒乓球馆来举办这个比赛呢 还是有一段小故事 就是在去年的有一段时间 我们就帮他们筹备了乒乓球馆的咖啡的吧台 今天的这个乒乓球赛呢 有咖啡馆 有咖啡贸易公司 还有一些咖啡生斗商 就是整个咖啡行业产业链的从业人员都有 所以说呢 将会是一场非常好玩的比赛 我们也邀请到了国际的乒乓球的裁判 来一起评判这次的乒乓球赛 稍等一下呢 我会带大家去进来逛一下 Let's go 我来带大家逛一下整个场馆 首先这边呢 是 这边是好好的 所有的选手的签道的地方 好多名是 这是签道的选手的名字 对 再带大家去里边去逛一下 里边首先这边呢 有一个手冲咖啡的吧台 小哥已经在准备东西了 这边呢是义式的吧台 开放式的independent咖啡机 然后呢两个义式的头 一个蒸汽 这边是摩托机 好我们再往里边走 哈啰回来了 啊对 哈啰 我们再往里边走 里边呢是他们Superman咖啡的吧台 这个吧台呢是挺长的 因为它主要是服务他们场馆里边的 所有的训练的学员 外边呢就是他们可以客座的区域 一个摩托机 一台咖啡机 学员他们训练完 饿了渴了就会来这边 对 那如果是这边的话 我在想肯定是冰咖啡卖的好吧 冰的会多一点 训练结束之后可能会 热嘛 对看自己需求想喝什么 小哥你打冰吗你就怎么样 冰球还行吧 小哥有点含蓄不敢看镜头 还行还行 但是小哥的侧脸更好看 哈哈哈哈 别害羞了 这边有一些你看可颂啊面包这些 这是咖啡的菜单 这边的话呢有一些他们的周边 球拍 对吧 乒乓球一盒 乒乓球的包 就做的很潮对吧 趣味的小桌 有些鞋子 这边也是一些插花 比赛选手的伴手礼 这个包里边呢有一个杯子 小杯包 一包咖啡豆 贴纸 这是所有的比赛选手都会能够领一份 不是我正吃着饭呢 突然看到冠军在冲咖啡 这个饭已经不香了 有点烫哦 谢谢谢谢 谢谢 他不知道怎么说咖啡 所以那是为什么 我正在看我的照片 我感觉到咖啡 真的吗 真的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现在比赛了 我们怎么已经 我已经练得可以了 今天就盼着冠军去了 单点 对单点周 简单 高科技 高科技真的 然后点一下 一局 再来一局 然后开始 好准备了啊 哇 哇塞 冠军对不对 冠军 而且这其实 冠军了啊 快的 它是可以调速度的对吧 可以调速度的 等一下要跟你来一下啊 只有那几个地方是吧 对 来吧 我第一视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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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啊 可以啊 我已经看乱了这么多球 哈哈哈 球太多了 左 中 右 不行我得教你去湖南方言 你知道中是啥意思吗 你知道中是啥意思吗 中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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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可以 一会儿够了 你已经可以去湖南喝汤了 地道太难了 地道 对 特别熟 哇 已经满满一荒虫了 运动完了之后来被冰的喝 看一看 吴家行老师都自己准备了 球拍过了 嗯 还要现场黏 你看 不是不是 我不黏的他打不了 哈哈哈 我的预期是要有玩 只要有玩 对 好 好 对 对 但是我必须是婚姻 因为这是我的妻子 哈哈哈 比赛选手乒乓球台的安排 1234号台 好吧 好 你们三个 六七八九 来来来来 好好好 安保 非常想安保 来来来来 比赛选手的区域 然后呢 每个选手旁边有一个计分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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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他连堆了7个球 你看这局比到了12比14 走走走 四个球 是平时的 心很美 你很想�州 但你就没想到 不应该是 你不想当你 看下一次 怎么能上升 对 种 虞彩 如果是什么 有一点 老尔 那个 今天的冠军得主 然后有个感想 你还特意换了打球的鞋子 我本身喜欢打球 感觉像是专业选手 没有 也业余 专业不行 就打到实验球 有的人心态不好 他平常蛮好的 然后真正比赛的时候 三层都可能都发挥不出来 这个心态很重要 对 然后即使能发现对方的对手的落点 你要朝着他落点去 这个很重要 要了解对手是吧 对 你通过三五球来回以后 你知道对方的落点是 哇 确实是 恭喜你 谢谢 这个作为主办方 然后呢 你们比赛是为了什么呢 我主要思想吧 我们咖啡圈的朋友们 全部聚在一起 打个球 然后相互同行交流一下 因为冰包球是我们的国球 然后明年是奥运会 只要奥运会 我们的中国冰包球选手 肯定会拿世界冠军 嗯 今年只是我想小试一下 知道明年会办得更加大一点 然后会邀请更多的朋友过来玩 然后大家一起在这边再去打 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义的 嗯 可以挺好的 然后你是怎么找到这个 这么专业的这个冰包球馆的呢 哦 我们公司是上海牛牛 咖啡设备的贸易公司 我们是帮客户筹备开店的 嗯 然后因为 因为 机会认识到新哥要做一个冰包球馆 然后呢 我们就配套做了整套的咖啡设备呀 这些东西 所以说我想这就是 嗯 通过这个媒介 把我们的咖啡人聚在一起 在新哥的球馆 大家去打个球 还是挺恭喜大家 就是取得好成绩的选手 然后呢 期待我们下一季 大家玩得开心 手机拿出来 然后 往前 对吧 对吧 手机拿出来 然后 对视频 然后 就这样打 到了没有 看这个 对 掉 哎呦 discrimin 等等 喂 你